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左手是旋律 对了很好都是左手是旋律 右手是伴奏对吧 右手用双音来弹伴奏很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左手要怎样 要小一点 要小一点 右手要轻一点 好的那你刚才听的时候你觉得哪一段或者哪一个部分比较难一些呀 我们可以单独的先练一练那个难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嗯 两只手要同时 然后呢还是 嗯 就是三个音同时 对这个地方啊 因为前面右手啊 就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到了这儿 这是第一几小节啊 四八十一十二小节的时候 右手换位置了 而且还有一个临时的 声号 对不对 对所以也就是第九十十一十二 这四小节可能是这首曲子里最难的地方 我们先来单独练一下这四小节好吗 先来看左手 那第九小节左手 对 单独弹左手 二三 临时的降低 对了 二三 好再连带一个后面的 好的 你看它有什么规律吗 它有什么规律吗 都 要 越来越下面然后 对一个一个音往下 而且手指也是 一二三四五 对吧 顺着来的 嗯 这样就比较好找了 是吧 好我们再来一遍 预备 起 五二三 七二三 二二三 七二二三 七二三 三 好的 很好 好 那我们来 我们来现在来看一下右手 第九小节开始 好 预备 起 空 四四 好的 然后换位置 对了 第十一小节 这个大拇指 从咪 原来的咪 换到了发 对吧 然后呢 弹一下 发 都 好不动 然后十二小节 它是什么音啊 还是发 都 但是呢 发上面有一个什么积号 生号 然后是用二指弹 所以就在刚才的发 都的位置上 把二指弹下去 对了 很好 很好 然后呢 再要挪回来 回到 空 弹一下 这个位置 对吧 好的 这是右手 那我们现在两个手一起来 这四小节 一 二 起 二 三 六 四 三 三 八 八 八 对了 好 这上面有一个这个积号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要更长一点 延长 自由延长 本来它是三拍的 现在可以弹四拍或者五拍 这叫自由延长记号 好的 很好 那这四小节如果单独练会的话 其他就都不难了 我们完整的弹一遍 你弹的时候也注意到了 左手要是旋律要重一点 然后右手要轻一点 是吧 很好 非常好 好的 这就是这首会跳舞的熊 那么当这首曲子会弹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和前面的这首 溜逼女孩 昨天学的那首曲子 连在一起弹 变成一首稍稍长一点的曲子 也会非常好听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你点击订阅 并且将它发给有需要的人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